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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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屏東馬家鄉的李那里 其實聚集了三個部落 馬家鄉的馬家 山地門鄉的大社 以及霧台鄉的好茶 在民國98年 88風災造成這三鄉的重大災情 政府便將這三村災民 遷移至附近的馬家農場安置 並由世界展望會員建永久屋 命名李那里 也是部落與各界討論後的結果 以及我們一起走 大家一起往那而去的地方 李那里依山而建 占地約29公頃 視野遼闊優美 而今天 就讓我帶大家一起到李那里走訪 一起欣賞原住民部落的美 大家好我是Kin 哈囉大家好我是利恩 各位今天看到我們在這個 非常遼闊的一個背景 那今天我跟利恩呢 是特地開車來到屏東的這個 李那里部落 對但是我們現在還沒到 我們現在是沿途剛好經過 它這裡有一個算是長治區 也是屏東這個區域 然後再十分鐘就可以到 李那里那邊 對所以說經過的時候 Kin就說 欸這邊蠻漂亮的 想說下來拍一下 沒錯 那因為之前上次 李恩有拍過那個 李那里部落那邊 有一個鄉野怪堂 那時候是在網路上 看到有那個怪堂 所以我就 資深前往那個地方 去做拍攝 那結果意外在那邊發現說 他們上面那個部落 其實有蠻多都是規劃給一些遊客 去到上面可以吃東西 或者是喝咖啡 但是在我要上去之前 其實我是有先在底下吃了一間牛肉麵 也是他們在那一個部落非常有名 就是他們那邊的部落的人 有時候會特別下山去吃那一間老孫牛肉麵 所以我想說今天你也可以一起去吃 其實最近我對這個原住民的部落啊 文化背景其實蠻有興趣的 尤其是上次我們去拍攝過的那個廢棄的校區 剛好他的附近也有一個部落 那我看到他們的那種部落的那種整體的感覺啊 我都覺得非常特別 就是原住民他們的那種精神 待會你上去到他們那個里納尼部落的時候 你也會發現他們的雕刻的東西非常多 不管是石頭的還是他們的一個對祖靈的信仰 其實都可以在他們的房子外面可以看到 你可以當作放鬆然後來跟原住民他們有一個互動 因為原住民他們都很熱情 他們路上騎車子經過看到你 他會跟你嗨這樣子 我上次去就遇到好幾個 那他們就是很熱情 他們對我們平地人很熱情 自帶幽默風趣那種感覺 對沒錯 然後又還蠻會唱歌的 那希望這次的影片可以帶給大家一個 不同的一個生活的感覺 對對來到原住民的部落 那我們就趕緊上去吧 出發 GO 問人家怎麼說 阿伯啊 不好意思 我們隔壁吃什麼 只要看我們接我們停 沒關係沒關係 謝謝謝謝 Lion 可以 阿伯謝謝囉 好 好 你頭問喔 我上次來怎麼看你不認 我沒認 沒認嗎 沒有啦 我上次來看的是什麼 我有認識嗎 沒有認識嗎 沒有 沒有 我上次來看得有一個外面的那些 要吃嗎? 沒有肉麵大 要吃吃嗎? 要吃吃 還有乾的肉麵 要剩一百五十 剩一百好了 剩一百好了 好 這隻狗是你吃的嗎? 是嗎? 他很乖 沒有,我們吃而已 要不要吃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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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久多嗎? 我這裡 我這裡五十幾年 五十幾年 五十幾年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多年了 有啦 我這裡做多久了 你沒有那麼多年 我兩個人都做很久了 喔,很久了 對 有啦 有啦 他不知道要去 哈哈 呵呵呵 你三十幾年 還可以吃 做得到 不會做過 你人家煮 兩人都吃 你來吃 你吃 這麼豐盛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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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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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